你 又是你 姑娘 还记得我呀 上次就是你抢我扇子 我自然记得你 上次你让我颜面丢计 我就是在梦里面 也能恨得醒过来 幸好 幸好今天又让我见到你了 你想做什么 怎么着 你干什么 你 你让大家看一看 你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走走 大家快来看一看 这妖女又来了 妖女 那日 她伙同另一个妖女 抢走了我祖师爷的宝物 我为了城中百姓 一直未曾离开 就是想有朝一日 揭开这妖女的真实面目 还大家一个真相 这姑娘可真倒霉呀 算是被你给盯上了 前几天你抢她擅自不说 还被路见不平的美人 教训了一番 怎么着 失心疯了 又来闹腾了 是啊 别怪老道不告诉你们 这篮子里边是什么东西 这里边可是罪邪之物 黑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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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怪啊 王怪啊 怎么着 怕了吧 你这倒是 上次就骗了我们 你说是黑蛇啊 你以为我们会信的 是啊 对啊 你若不信 我就揭开进去破坟 让你看看 他只是一只小蛇 不会害人的 姑娘 听你这意思 篮子里真的有黑蛇啊 不错 但他并不是什么邪物 真有邪物啊 别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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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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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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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人太甚了 杀他 杀他 殿下息怒 你看他篮子里是什么 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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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神龙 杀他 神龙 是神龙 神龙 神龙 走 走 你 你不是黑蛇吗 这世间 也只有你把我当作蛇脸 可你变这么大 我以后 怎么养你啊 如今现出真身 必会被天公知晓 你且耐心等我进 姑娘 姑娘 这黑龙救过我一孙儿的命 婆婆没有什么好报答的 姑娘可否来家中吃顿便饭 不必了 婆婆 你的救命恩人是他不是我 姑娘 方才是我们冤枉了你 对啊对啊 姑娘 你一定要留下来 留下来让我们迷糊一下 不必了 太晚回去天色就干暗了 姑娘 你可不能如此就走了呀 是啊 姑娘 你这样走我们会很愧疚的 姑娘 请你留下吧 姑娘 你留下吧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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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方才说 是我大哥杀了二哥的生母 不错 此话是我亲耳听黎靖所说 不会有错 大皇子当初失踪 难道公主就没有怀疑过 没有 没有 我从未怀疑过我二哥 公主倘若不信 可与我去异界极寒之欲 一看编织真相 没有二哥的兵符 谁都不可能接近那里的 不错 所以啊 公主殿下 先偷出兵符 我们才有可能救出大皇子 偷 殿下 大皇子的性命就在你手中 偷有何妨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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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了你这么久 都不知道你是一条小黑龙 既然是一条龙 你就去你该去的地方吧 不知太子殿下 找小心所为何事 前几日我向你提到 玉清昆仑膳的事 你可还记得 记得 殿下不是说 这膳子在一个凡人手里吗 不错 不错 但我去坊间查看一番 发现那扇子又消失无踪了 你可能查到他的下落 但凡是天族的法器 与我们这些神仙是一样的 都不曾在典籍里出现 不过殿下 若真是对着凡人有兴趣 小仙倒是可以为殿下 翻看翻看这凡人的运步 不必了 本君不需要知道他的经历 是小仙倒是了 说到这个 我倒是想让你去凡间 帮我办点事 殿下请说 你是说你要和那个女子在一处 不错 你小子也有今天 知道女人是什么了 并不像三叔想的那样 他对我而言 就像是曾经丢了的什么东西 经历了千千万万 终于找寻道路 三叔你可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当然明白 说了这么多 用三个字就够了 什么 动情了 与其说是动情 不如说是报恩吧 报恩 就你被赤炎金泥兽 弄了那么点小伤 也值得你说报恩两个字 不用不好意思 照你的话说 你们俩就是有缘哪 而且你在凡间和他同床 共诊了几个月 虽然在天上也就几个时辰忙 不过也算是破天荒了 你往回想想 你活了几万年 多少宴席 多少女仙 想与你多说一句话 你可曾给过机会 所以若非动情 又怎么可能与他同床呢 好了 别再争了 情呢 动就动了 咱们继续说 说什么 你把三叔找来 不就是想问我 怎么样才可以让他喜欢你吗 不错 不过这凡间女子吧 我倒是没接触过 有句话说得好 自古美女爱俊郎 没有哪个妙龄女子 不喜欢翘郎君的 你走到她面前一站 对她笑一个 保证她骨头都粗了 不屑用美男机啊 好 那换个别的 自古美人爱英雄 你去那山上放个妖怪 出来吓吓她 吓到她魂不守舍的时候 你就提着清明剑 英姿萨爽地冲出去 把那妖怪给打死 于是你就成了她的救命恩人 她无以回报 只能以身相许了 所以当初三叔 就是以这种方式 骗承玉对你以身相许的 承玉和我 在三万年前就原信了 那是前尘往事了 你好好提她干吗 继续说你呢 这法子喜不喜欢 这法子行不通 三叔 前几日 我在她面前献出全身 她竟然一点都不害怕 她 她并非一般的女子 美人计你又瞧不上 英雄计又行不通 那不如反过来 用个苦肉计怎么样 三叔 喜欢这个 唯独这个还勉强能用 多谢三叔 三叔提醒你一句 你给那个俊极山做个仙杖 将它层层照起来 避开天上的耳目 否则你一天族太子 助子东荒 迟早一天会被人发现的 三叔放心吧 我上来之前 已经做好仙杖了 我还没说完呢 长这么帅 选什么苦肉计啊 不 不不不不不可能 不可能 你说你得罪谁不好 非要得罪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说了 像你这种人 好好承办承办 这人 害 害我 没法 真可言 行行行行 你这运步我看了 坏事不少干啊 杨寿嘛 真是 真是 杨寿就到今年 我大老远逃了一趟 得给你写点什么才好呢 你